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七七八八 我是七七 爆炸着火 现在中国发生的一个大场面 我觉得都可以堪比好莱坞了已经 不知道的都还以为在拍什么末日电影 2024年才刚刚开始两个多月 我都已经数不过来 中国已经发生了多少的天灾人祸了 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我自己更关注了的一个原因 我总觉得好像就是一直接连不断 这两个多月 就是过得特别的满 就是说这种让人很可怕的事情 觉得很可怕的事情是根本停不下来的 虽然说无论如何呢 中国政府他张嘴闭嘴 现在都是形势一片大好 但是呢 频频发生的一个失控的事件 我总觉得好像是 给我们暗示一些什么 告诉我们一些什么 因为不单单是老天爷你管不住了 我觉得中共现在是什么都管不住了 就不要再妄想提什么全世界啊 替全宇宙去指明方向了 我希望中共你就先睁眼看看你自己在哪儿吧 你就已经站在这个悬崖边上了可以说 那么3月13日呢 河北省廊坊市三河市燕郊镇学院 大街与迎宾路的交叉口发生了像电影特效一样的一个爆炸 官方新闻到目前的说法是7个人遇难了 而爆炸的原因呢 初步猜测是因为天然气的泄露导致的 如果说只是这么一场爆炸的话呢 我们可以说是又又又又又又一场意外 也可以说是又又又又又一起建筑安全不足 或者说是施工安全预防不够的一个突发的意外事件 有网友发了一张图 是他2024年2月26日拍的一个爆炸发生场地贴着的两条条幅 上面写着野蛮施工影响人身安全百姓诉求希望有人做主 贴文发布者呢 他说明了自己拍摄这张照片的一个原因 他呢其实一直都知道这里是施工的 所以就也没有什么拍照的必要嘛 但他那一天是第一次见到这两条条幅 所以呢就当时就拍了下来 谁知道在半个月后这里居然发生了这一场大爆炸 所以呢他就突然的就想 说这两者之间就是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实际上呢也就是说他怀疑这个爆炸隐患其实一直就有 而且呢早就有这个民众发现了 而且隐患本身应该是不小的 毕竟像是之前几次火灾呀消防设施呀都是为了面子工程力的 根本没有实用性那些事呢那么多楼那么多户 不见得就是一个人知道的都没有 但是很少或者说从来没有过有人上纲上线的 就这样子拉两条条幅去做一个警示 毕竟在任谁看来火灾放到具体的一个人 或者说一栋楼身上的时候它都是一个小概率事件 所以呢既然 条幅呢是这样子都扯出来放在这儿了 我猜发现问题的 人应该是觉得这个隐患它并不是一个很小的概率 而且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它才用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去来警示 很显然这个安全隐患在一开始就没有去得到任何人的一个重视 那么有人重视了 可能就是没有办法去影响这个改变的人 那么它贴出来了这个条幅 当然也依然就什么用都没有 就阴生生的还是等来了这么一场灾难 这个事呢就是马后炮来看的话 我也能明白为什么这个博主他要把他这个照片给po出来 就是你马后炮来看的话 你心里就肯定会是一咯噔的 那么接下来的事情其实也是让我就是百思不得其解 就是搞不懂这个河北狼房市到底想干嘛 因为在这个事情的发生的现场 河北狼房市呢就的这个警察所作所为 你说别的记者就算了 他们居然是连续撵走了两个央视的记者 他们在对待第一个直播的央视记者呢 态度还算可以没有这个声拉硬拽 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记者杨海玲 我们要请海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在现场的情况 海玲你好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河北狼房三河市 发生了爆燃事故的核心现场 那么在知道这个事故之后的第一时间 我们是从北京市出发赶赴现场 那么在靠近现场一路上呢 其实是比较顺畅的 但是到了三河市 越靠近核心的现场 其实发现这个交通拥堵情况会发生 那是因为在这个事故发生之后呢 当地是在500米之外 是架起了一个安全的警戒线 那么在这个现场呢 我们能够看到 来自这个应急消防和公安的力量呢 也正在介入 太危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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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怕啊 我们三个记者被十几个人围着跑啊 十几个人推散啊 看着啊 来来看一下 那是河北 看一下 这什么 现在廊坊的山河 这啥子在背 最无语的呢 是这位叫许孟哲的这个记者 他发布了这个视频之后呢 他现在的那个账号 许孟哲1987 已经没有办法搜索到了 咱就是说呢 就是共产党啊 收拾自己的人 真的是最无情的 就是封不了你外国的电视台和账号 难道还封不了我们自己人呢吗 我之前不是就给大家聊过 想要采访北京自由参选人的那个BBC的记者 他其实跟这个第二位这个 许孟哲记者的遭遇是一样的 就是被一群人围着 然后生生的这样子推散着 推离现场 可以说是就是非常的野蛮 但是呢 无论如何呢 那个视频就还好好的在YouTube上面 大家都可以看到 毕竟共产党你不能把BBC给封了对吧 而且呢还有一个就是最近3月2日的时候 荷兰的NOS的记者他在四川成都想要报导的一起 就是四川信托暴雷维权的事件的时候呢 他被便衣警察和警察一拥而上给推倒了 抢走记者的话筒 然后还拿那个黑色的伞 想去挡住这个摄影机的这个摄像头 然后呢并且等到把他们这个记者啊 和他的摄像师什么都弄到车上之后呢 还直接没收了他们的设备 一直等到几个小时之后才把他们给放了 但是呢四川的那些维权者们这个时候已经被清理掉了 就是不在现场了 你们好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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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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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啊 Say MUZIEK 那么当然这个荷兰的记者是跟BBC的记者是一样的遭遇 那么大家也看到了 不管是四川 不管是在北京还是在现在的河北廊坊 我可以说共产党呢 他就是可以在自己的地盘上为所欲为 而且大家都是一样的 但是呢 他却不能封锁这个NOS对吧 那么这个记者他也应该不会被消失吧 就是至少相对中国国内自己的记者来说 他作为外国记者安全性应该还是要高一些的 那么燕交这件事情发展到这儿呢 现在已经更多的人关注的 其实已经不再是爆炸本身了 甚至说现在的大家关注的更多的都是阻止央视记者这个事了 那么中国记者协会居然还因此发表了一个文章 他居然声援了被阻拦的这个央视记者 而被我说呢 现在有点褪色了的这个胡锡进同志呢 他也发文说 老胡作为老媒体人非常支持央视总台记者 今天上午迅速赶到燕交爆炸现场做直播报道 同时坚决反对当地警察阻挠报道 并且去的记者 对非涉密且公众关心的突发事件 尤其是灾难事件开展现场报道 这是新闻机构的权利也是职责 各地政府应当在现场救援不受打扰的情况下 为新闻报道提供便利而不是干涉制止 不知从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 一些地方发生火灾 他方等事故 喜欢只做简单文字报道 不让记者去现场拍摄直播 并且在网上删除非血腥性的相关视频 这是对公众知情权的不尊重 也是对新闻媒体报道和监督权没有任何依据的限制 这次总台记者在第一时间冲到前边 向公众报道爆炸详情 这是应当鼓励的行动 这样的报道完全符合国家宣传部门的相关规定 对这样的报道进行阻拦 显然是旧思维的惯性在作祟 这是应当纠正的一次不当之法 怎么说呢 我觉得就是胡锡进他跟那些非说农河山泉瓶盖 是日本国旗的人相比呢 确实是不够红了 但是本质还是红的嘛 不过对于小粉红来说 你不够红的话那肯定就不行对吧 所以现在也是频频的攻击他 但是我们还是要回到爆炸这个事情的本身上面来 虽然说河北狼房它这个政府的人员 因为警察嘛就是政府的人员 阻拦央视记者报道这件事情 确实是让所有人都比较咋舌的 但是因为这个阻拦外国记者是很正常的嘛 但是组织央视记者的话 那可能所有人都会黑人问号脸 毕竟呢大家都知道对于中国政府来说呢 中央电视台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自己人 所以大家自然都会立刻的去往一个方向去想 那么河北狼房它本地的政府可能是做了什么 见不得光的事了 对吧 因为再结合那两条条服务之类的 那么好巧不巧呢 就是在3月12日 也就是爆炸发生的前一天 河北狼房的一位律师呢 还实名举报了狼房艳达集团 把这个物类库房当做商品房给卖了 我叫曹靖 是一位北京律师 我在此向大家求助 请你们伸出善良之手 帮帮这些身处重大火灾隐患中的人们吧 河北省狼房市燕郊开发区 燕达集团下属的成岳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开发的酒亭别墅 不是别墅 是库房 这种物类库房是库房中消防等级最低的一种 既不能住人 也不能办公 只能存放 玻璃 钢材等不可燃物 就连装修的时候也不能使用木材 布料等亦燃物 成岳公司为了获取非法利益 欺诈购房人 隐瞒高达65平米物类库房的真实用途 谎称房屋的用途是办公 物室200户人家 1000多口人 居住其中 但失火 后果不堪设想 我个人的能力有限 无法拯救我可怜的邻居们 在此 发出微弱的呼救 请帮帮他们吧 物类库房呢 它跟商品房从建造到验收 要求和标准全部都是不一样的 库房是绝对不能住人的 主要原因也是因为它防火做的太差了嘛 虽说现在的商品房 它在防火上面肯定也是比较一年难尽的 但是相对于只能放玻璃之类的 不可燃屋的物类库房来说 肯定还是强不少的 而这个物类库房它就当了商品房卖的话 一旦失火后果真的是无法想象的 更不要说就是说前段时间 就是有很多的库房不都失火了吗 虽然说也不知道是什么类别的 但是库房找我大家也看到了 全部都是这个冲天大火 如果在晚上的时候呢 它的火光甚至可以直接照亮半边天 就真的不是在开玩笑的 那么既然说这个燕达的这个集团 它能够把这个物类库房当作商品房买 我们就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了 就是这个燕达的这个公司 它是怎么拿到商品房销售许可证的 还有就是它这个不动产的登记手续 那么它是怎么躲过的这个消防检查 因为这跟之前那些住宅为了应付检查 然后搞得像玩具一样的消防刷 还是有本质区别的 因为那个是正儿八经的商品房 那消防刷也是有的 你只能说它可能不太达标 但是这个就是一个 绝对没有办法去忽悠 去糊弄的一个操作 这个燕达集团做的这个事情 所以说呢 这个公司你说跟当地政府没关系 就是傻子我觉得也不能信吧 甚至都不能说是有关系了 我觉得就是一个差不多手眼通天的一个程度 怎么说呢 就有点像这个狂飙里面的这个高启强了 所以说扫黑锁扫了半天 实际上应该还是 那么明眼人呢 都知道这个事的一个可怕的程度 胆子再大再不拿人命当命 那也肯定他们都会怕这个头上的这个乌纱帽不保吗 那么这次发生爆炸的地方呢 也是在燕郊 还是一个施工现场啊 就是所有的事情都串到一起的话 那我的脑子里就只有一句话 就是 河北廊坊政府 要么靠山就是应到了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程度 要么就是胆大抱天道 想要上天去玩耍一下 或者呢 更好的设想就是 地方政府可能慢慢的开始不服这个中央管了 他准备自立山头了 其实这个设想真的是让我比较矛盾的 因为现在被中共统治着 虽然没有人权 没有自由 天天被剥削 被欺负 像是河南城镇银行的这个储户 现在几乎是全国通缉的一个状态 信访局呢 天天都是一堆人 千难万难才过去了 还是 而且这还是这个上访的事件本身呢 跟当地官的这个关系不大 这样的访民呢 还能去信访局排个队 递交一下材料 如果说案子跟当地的当官的扯上了关系 或者呢 你的这个事儿可能会影响当地的一些当官的这个乌纱帽的话 那么基本上是不可能让这个访民去到那去递材料的 但现在在中国大家也看到了 就连律师他都需要出来发视频来实名举报 那么这个风险有多大就不多说了 那么事情发酵起来也许能跟作恶者呢 还扳扳手腕 就是你发这个视频 但是呢 也更大的可能是像铁链女和胡心语那样 就是不了了之了 而最危险呢 也是最最最最可能的就是说 视频发了 事情还没有被热议起来 你自己还暴露了 那被请去喝茶就只能算是好的结果了 大概率都是直接让你消失 至少在互联网上肯定是没你这个人了 估计你就再也说不了任何话了 相对来说呢 走上访这条路实在就是因为 没有别的路可以去走了 中国即使是现在这种恶劣的 完全没有人性的一个社会环境 言论自由更是一点没有的 但好歹它是一个和平的状态 你说它死气沉沉的也行 但它是和平的 但如果说啊 真的开始有脱离中央的念头了 就地方上 我觉得就会局面变得跟老早之前的一个军阀割据时期 可能区别就不大了 那么和平生活呢就不存在了 如果非要说好处的话 我觉得就那种乱世状态之下 唯一的好处可能就是说 把中共政权现在统治成了这个一团乌云 笼罩着的大地 或者说是这样子 把它变成一潭死水的这个状态 就能给搅动起来 那么就可以给希望一点机会 说到这儿呢 今天脑洞呢 确实就是开得有点大了 不过柏拉图不是说了吗 思维是灵魂的自我谈话 我深以为然 我深以为是灵魂的自我谈话